好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我是蕭川老師 歡迎收看我們今天 1月28號的財源廣進 台股剩下最後兩個交易日就封關了 可是你會發現到 今年的行情還不錯 因為今天整個指數呢 再創近期的新高 我們稍微看一下 今天整個台北股市 而且漲的幅度沒有說非常非常的多 但是今天整個台股呢 已經讓你看到多少 1萬點 有沒有 整個指數在封關前又再創新高 當你覺得台股沒有行情的時候 那這波從9319一路一路漲 漲到多少 漲上1萬點 已經漲了多少 漲了差不多700點 好 漲了700點 所以台股怎麼會沒有行情 只是說你看不看得懂的問題 那我倒覺得說 封關前這樣的一個走勢 你應該不會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 因為台北股市到底它未來會怎麼走 那我們都在這個LINE 都有跟各位去做過很詳細的分析 而且我也不忽多忽空 我跟大家說過了 今天我要給你的東西是 不是今天台股的漲跌 而是它未來會漲 它會跌 台股未來要怎麼去看 那所以我跟他說啊 你還沒有加入我們LINE Edge的 歡迎你加入我們的LINE 因為這個LINE我都是在盤中的時候 跟各位去做說明 不用等到盤後 而且我要讓你看這個LINE 就能夠賺得到錢 那這邊怎麼能夠賺得到錢 各位來仔細看 台股怎麼會創新高 一堆老師在看空 一堆散戶呢都不買 融資到昨天還在創新低點 可是整個台北股市的行情規劃 我們早在12月下旬的時候 我們就跟各位講過 你看喔 12月27號的時候 那時候台股還沒漲 我就跟大家講啊 這一波台股的多頭 應該是有機會延續到 1月中台子期結算 對不對 好那結果咧 1月中台子期結算 台股就攻上來 站上季見 可是呢來到1月份的時候 我就跟他說不對啊 照理說這個還要繼續漲啊 為什麼 當時1月10號 我跟大家講 目前看來台股正醞釀一個 嘎空攻擊的機會 這不是亂講的喔 重點我都寫在這裡面 好 你都會發現 我都寫得蠻清楚的 那這些內容呢 你在盤中的時候 你就可以得到 好 不用等到盤後嘛 等到收完盤再看讀書故事 沒有什麼意義了 我希望你能夠賺 就是盤中要賺 好 那再來咧 你再仔細看 到了1月18號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就針對上個禮拜了 我是說 下週台股要留意有急拉的機會 有拉嗎 上個禮拜你一定會覺得很奇怪 老師你說要急拉 禮拜一 禮拜二 禮拜二 禮拜三 都不動耶 那時候禮拜一的時候 上個禮拜一我說 台股應該是有站上 萬點封關的機會 今天看到了嘛 對吧 今天看到了嘛 你再仔細看啊 上個禮拜二的時候我說 嘎空的走勢還會在下半週延續 上個禮拜的下半週 禮拜三的時候你會覺得很奇怪 老師你每天講嘎空 結果禮拜二晚上美股大跌 可是呢 上個禮拜三 美股昨天大跌 但是台股還是要繼續走嘎空 有沒有 我還是跟你講嘎空嘛 對不對 結果咧 到了禮拜四 我跟大家講這兩天台股 已經有嘎空啟動的機會 結果咧 禮拜五開始攻 對不對 後半就動了嘛 台股這兩天都上去了 而且今天也讓你看到萬點 好 那重點是 現在剩兩天要封關了 重點不是這兩天怎麼走 重點是 封關完之後 新春之後呢 台股要怎麼走 那這麼走呢 我上禮拜五的時候 也跟大家講啦 你要留意喔 台股封關前後都是嘎空派 今天測標寫得很清楚嘛 嘎空行情要延續到2月下旬 為什麼 好 那各位 其實有的時候一些行情的研判 可能後面會有一些內幕的一些 一些重點或一些消息 一般人也是得不到 得不到這些內容啦 但是我在這一段期間裡面 我一直用籌碼來跟各位說 我說 我們去看那個外資 就覺得很奇怪啊 過往他只要站上4萬口 我們就覺得喔不錯 台股有機會漲 可是這一波他不只站上4萬口 他連5萬口也站上了 好 5萬口站上就算了 上個禮拜又站上了6萬口 結果禮拜五的時候呢 他在現貨市場裡面 他的買超啊 哇 買了150幾億 150 60億 創一年半以來 單天買最多 但是在想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為什麼會讓外資買成這個樣子 結果答案出來了 為什麼 因為最近啊 聯準會他準備要開會 今年第一次的會議 結果呢 反而他是有機會提前縮表 有沒有 那你想想看喔 聯準會之前對今年的升息 已經很鴿派了 可能不升啦 訂多一次啦 那次你也不用擔心啦 那是下半年的事情 現在你不升息就算了 現在你還有機會要結束縮表 那這代表的意思就是說 美國現在還是維持貨幣寬鬆政策 難怪他股市大漲 難怪外資大滿 所以這樣的行情 走到這個時間點的時候 他怎麼可能結束 外資6萬多口的多單 現貨市場也買了一堆 那剩下最後兩天他也出不去啊 所以呢這個盤他要延續到 2月20號當時台子期要結算 那也就是說2月11號當台股新春開紅盤之後 台股還有機會供 還要繼續供 而且因為這個期貨的倉位還很多 所以他會延續到2月下旬 但是呢現在重點是 到底在這段期間裡面 台股要動什麼樣的股票 這才是關鍵 可能很多人會想說 老師我現在持股不多 我現在或是放空被軋空 我還是建議各位啦 你空湯趕快補一補 真的趕快補一補 因為2月之後呢不管你行情漲不漲 你那空單都要補啊為什麼 因為到時候一堆股東會 當他一召開你2個月前你空單就要補 但是呢今天我們在LINE裡面 我們跟他探討的重點是 這個LINE喔 今天我跟大家探討的重點是 封關前跟封關後 台股到底要漲什麼樣股票 比如說台股他要漲的族群到底在哪裡 你要怎麼樣去研判 你才能夠知道說 新春剛好我們之後你要做什麼股票 所以你還沒有加入LINE的 歡迎你加入我們的LINE 這兩天我還會繼續在那個LINE裡面 去解釋封關前封關後的操作策略 好不好因為時間關係啦 因為這個時間點沒有太多時間講 你會發現到封關前他就是在拉指數 為什麼 剛剛空啊 他就是把指數先拉起來啊 所以你會發現到啊 連那個台積電啊 法售部怎麼樣都創新 近期都漲上來了 都創近期新高對不對 但是你要的是強勢一點的股票 那什麼樣是強勢的股票 我跟他說嘛 這個LINE一定能夠幫得到你 為什麼 你想想看喔 2月下旬的時候 我就跟你講一檔全職股 不用太多啦 因為要考量到這一次快要封關了 所以你不能買太多 也不能用拆的 所以當時我就跟他講啊 講穩帽 有沒有 2月21號我跟你講 穩帽111嘛 還沒有動的時候我就跟你講啊 來到右肩低點嘛 當年沒有漲啊 很多人看到跌都不敢買 可是我就跟你講啊 你就先買吧 因為都來到右肩低點你還不買 結果咧 1月7號我跟你講最後的買點 我跟你講他是1月波段攻擊股 有沒有 那時候在LINE裡面都講得很清楚 對不對 所以咧 是不是讓你看到就漲一段了 是不是讓你看到就是大漲 漲完之後還在繼續漲 漲完之後還在創新高 那我跟大家說因為要封關的關係 所以我140以上我們就獲利了 我有買有賣 好我有買有賣 那這波呢我們在操作裡面 我們把一些比較 漲多的然後已經漲大 漲上來的股票呢我們都先獲利 不管是除了文貌 宏傑科 雅光 迅芯 或者是幾檔 像是泰福 何康生這些生技的股票 上個禮拜都獲利掉了 那現在我們留幾檔 比較低位階的個股 因為等到新春開紅板之後 低位階的股票呢 後面會急拉 為什麼 因為丙總在上個禮拜五 他已經結帳了 所以丙總也沒有什麼持股啊 但是盤又沒有跌他怎麼辦呢 新春開紅板之後他開始要準備 拉低位階的好不好 那這些重要的內容跟訊息到時候呢 我們都會在這個line這兩天呢 都會跟大家去做解說 那當然如果你現在持股不足的 你現在如果說還在放空的 我建議各位趕快一起來 因為農曆年後還要繼續走軋空啊 軋空行情延續到2月下旬啊 機會讓你賺錢的機會很大 那認同我們操作的 歡迎各位加入我們年度會員 宇宙無敵超級大優惠 那個新春期間 到新春期間截止好不好 那歡迎各位跟著我們一起 來大賺一整年 祝大家操作順利 明年見 拜拜 字幕淚間 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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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